現在臺北捷運的票卡查詢機 現在都可以有這張集張活動 來換取限量的禮物 不過現在只有民眾發現 很多民眾借機來搭乘霸王車 原來是因為過去民眾想搜集 車站專屬紀念張戳 站務人員都會好心開放民眾免刷卡 走到站外再近站搭車 現在新活動上路就有民眾歪腦筋 動到這 就是利用這扇公務門 有民眾爆料有人根本沒付錢 進到捷運站裡頭 還假借自己是剛剛出來要蓋章的民眾 重返搭捷運走公務門 到另一站後再顧忌重施 整趟搭車行程沒付錢搭霸王車 如果真的想要蓋章的人 可能就會被其他想要搭霸王車的人影響到 所以就變成站務員 很難去辨識說哪些人 是真的想蓋章的一些人 是就是搭霸王車 我覺得月卡的話 是比較好達成這個目標的 事實上根據北傑公司活動辦法 注意事項第二點就已經載明 參加活動進出站都需要付費 北傑表示目前西門站中正紀念堂 北車七張新店區公所站 共五個站點 站內外都有設查詢機 請民眾妥善使用 另外也表示公務門進出 目前只提供加入人員清潔員 還有團體票民眾進出 過去上廁所借到通過 現在也改為單程票感應進出 全力杜絕搭霸王車違規行為 三星的李文雲小邦明台北採訪報導 我聲稱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